让我找些更强的敌人 我没用这皮肤 他怎么用这皮肤了 上当寡妇 很久没见到这个打法了 有没有机器人在可能会来 这个皮肤不是很好用 怎么又没见到呢 坏了,待会又要坏事了 对面看到这个AD在 他们就会有防范心理 等会不好抢 上当寡妇可以玩的 他可能放眼了 他如果这边有眼 这不然就会交成 就没这么好抢 往下走 直接闭吧 他成绩还在呢 赶紧出门快一点 说不定还能逮到他 这个慢他就打完了 我们这EQ加跳弹过去比较快 多了一把长剑逮到他 他跑不了 他没闪现了 直接从这边 直接从这边 这边去吧 可以省点时间 在打伤了吗 应该等他过来 这T毛来了 等他走了 直接逮到他了 等他们中上走了过来反他 逮个现场 这能秒 你确定吗 你 别去 满血 他升级了 这波他狼还有眼在 他肯定还会来打 我们吃个蟹声波三来 再回反状态 又可以再抓他一次 不知道这个位置有没影 这中路可能给他做眼 我们再绕回去看一下 他就下河线了 立马逼 下河线了 下河线他应该吃完了 看他来不来偷我们野 八个刀 他就打了一个三男嘉河线 他进来了 小伙子 你胆子挺大的 他现在会避开我们 所以我们在下 他就在上 点蓝别让我被看到了 这会他应该会去打蓝buff 下河线了 烙一下 不要看他血这么少 现在河道比较宽很难抓的 他就在上 看下河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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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该来 他买的楼兰剑 不跟他打 这20滴血直接打野沉掉了 现在反野真的好难反 反不到以前的赶脚 走 他们终于要过来了 这波拉一下来 六级的急 好像没过来去刷吧 不搞他了 先发育一下 特别是在上半区的时候 你就感觉特别难抓他 队友比较好支援一点 在下半区的时候还好 这杰过来 他拉回来他死了 他拉回来他死了 现在标大没有用呢 你点队友他是看不到的 你只有点自己队友能看到 这中路蹲一下吧 看他下路走不走 这中路要压线 这中路要压线 这机器人 看他还没来 这杰的样子肯定是有人要来了他 你那么怕他干嘛呢 把他刀里骗出来 我不在的时候他就疯狂压 我 我在的时候他就不打 有点没看明白 有点没看 九分钟了 这波我们应该可以去当杀了 这波我们应该可以去当杀了 这杰还不走 把下一丝尋 把下一丝尋 给我开个视野来 他不会卖一下 我来他又怂了 我走他又特别敢打 反着来着 他刚才往前靠一下 下巴我得玩个隐身的英雄 直接从这边过去做 这河道现在变宽了很多 所以你现在想抓人特别吃配合 很难抓现在 这种情况你想抓成功就 特别得看这个线上的配合 要不然就是对面打的比较激进一点 要不然就是几番线上好配合你一点 这波可以假装走了 他们AD会来 先开个扫描来 他AD应该到了 这能应该在后面等了一会 他上线速度有点太慢了 这把来一个Z个吧 感觉环子出狂妄还是不好用 得那种杀的快的 特别是不怎么吃大杀的快的 要不然是大好的快的 环子一击二好的还是太慢了 好 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 宝物中粮 等个D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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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会标记又不是小队的 奇怪 我在标下发条的 这会也不是 是 杀不了这题目 他Q好了 感谢北辰当生的转换飞机 谢谢 谢谢 玩的好难受现在 这个防野行不通这样 CD好了就是小队 对不对 不对吧 我再点一下AD的 好像还真实 他CD好就不让你点了 把龙给他打了 把龙给他打了 塔推了也可以 先把酒头给他买 12级题目 12级题目 好 怪玩来了 直接死了 没到 也没到 那时 翠绿屏障 他不是丢蘑菇那种 他是存打对线的 他是存打对线的 先升一击了 先升一击了 先升一击 这破坏王冷的 他直接毙了 好 感觉得下次换个打法 得第一件买个酒头 快刷野 现在这个酒头主动 对野怪有用 这个去防野 现在太难防 主要他们线上来得很快 地形改了 感觉这个地图就变得有点大 你花的时间成本太大 你花的时间成本太大了 兄弟姐妹们 和我并肩作战吧 其实他是存打对线的 他操作战 还会有点大 我印象 状态 我印象 拿过来 他打这个F6 他没大 铁板鞋 有点慢了呀 或我奶奶来都走到了 不会有眼 这我被看到 先退一下 也没眼 看到前面开E了 W赚强 先升一级了 我现在都觉得 第一声 誒 換先鋒了 他回來了 這血量可能又回來了 三個掃描兩個影 加兩個陷阱這擴建剛好 嘩 他怎麼沒提提提提提提提亮呢 现在不提前亮的吧 小蘑菇了 现在亮有个屁用 他这个陷阱怎么没提前看到啊 难道我还要有视野吗 他提前亮一下 我刚才排那个陷阱不踩啊 我不会死这波 他怎么不识别这个技能 给我整兔了 这蘑菇还要排点一下 战斗之心 一死方休 陷阱也是两下 这还不是个刺客呢 来个夜论吧 龙虎呢 这波他们死两个 小心让他们破坏完就好了 或者等我来吧 我说你给我找些更强的技能 星石那一套可以出但是打线上好用一点 那那打消耗你抓了没那么时间给你打消耗的 如果出那个打吃虚伤害那还不如巨九战士那一套 他星石主要是少了穿甲 以前星石有穿甲可以帮助你刷椅 而且打英雄也厉害 而且打英雄也厉害 他现在星石是存葬式装 所以打线上换血比较好 你打也没那么时间给你换血 你玩打野就一套就没了 他持续装的能力的话又不如巨九那一套 巨九焚天比他更好用 感觉刺客这一套打野还是不得进去呢 之前玩了两把线上的还可以 简而言之就是不稳定只要看脸 你要是队友会配合你 好抓的话就能 但是你队友不会配合 或者对面难抓你就很难起来 打线上就不一样 打线上就是稳定的看你个人实力 而且有稳定兵线过来给你发育 可以换种打法 第一剑直接裸个九头蛇出来 我感觉这九头蛇现在刷也蛮快的 可以用刷的那一套 不要想着繁衣直接先刷 不要想着繁衣直接先刷 来不来不来直接打了 不跟哪一个 待會我最後竟然可以再把鞋賣了 換個幽默呢 700感覺錢夠了把鞋賣了 直接起個兩件嘛 我還差一件嗎 我都以為我神裝了 那這個鞋賣了可以出個輕魚吧 來個冰刀好了 93加個猛男衝擊 直接擺穿了 然後蓋一下 下面他往上投 我也是沒看懂為什麼 那我也是 過分 我也是 還是已經不見了 我也是 那我也是 我也是 好 而且皇子现在玩的不是很舒服 一点都没有我玩别的英雄那种感觉 战时那一套也不好玩 战时那一套有点偏工具 而且这个剧酒削了 优优独